欢迎来到校长有话说 2006年7月15日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薛汉千里迢迢来到杭州 他此行的目的是专程拜访一位素未相识的中国老人 这位杭州的老人名叫黄庭新 这一年已经89岁了 老人员在浙江化工大学任教 退休后定居在杭州 薛汉的到来是代表法国政府向黄庭新授勋 以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诺曼迪战役的贡献 虽然老人的儿子黄山松知道父亲曾以中国军人的身份 曾在二战期间去过欧洲 可当他得知父亲和诺曼迪的渊源 他也感到震惊 是啊 当中国军人和诺曼迪两个词汇放在一起 确实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 要了解这段传奇的故事 还要从青年时代的黄庭新说起 1937年7月7日 日寇从卢沟桥开始全面侵略中国 家国沦丧 万物生灵涂炭 19岁的黄庭新在这一年高中毕业 国难之下 他决定以身报国 顺利考取了青岛海军军校 然而抗战初期的中国海军奈何实力孱弱 面对当时世界排水量前三的日本海军 中国的海军很快打光了所有水面作战舰艇 不得已推入内核内陆继续为抗战尽自己的本分 海军将士们仍在内核以水雷和暗炮与日军周旋 到了抗战最艰难的1942年 国民政府决定派遣优秀的海军军官赴英美海军学校学习 既是为了有朝一日可重建名存十郎的中国海军 也是为了与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并肩战斗 最终国民政府选定派出25名海军军官赴英国学习 而黄廷新就是这25人中的一位 1943年10月 中国军官们进入了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 学校专门为他们设立了中国班 按照英国皇家海军的要求 他们接受了系统的英语、航海、鱼雷、枪炮的课程 随后被派往各个战区的现役战舰上参加实习和实战 黄廷新被分配到一艘名为搜索号的轻型航空母舰上服役 在此期间黄廷新在舰上担任副职更官 其职责为观测所在航母在海上行驶的方向角度是否正确 以及航母在舰队里的位置是否正确 虽然这只是一个以观测为主的职位 但不妨碍他同其他同盟国军人一样 在实战中英勇的战斗 在1943年末 黄廷新的同学卢东格、郭承森 两人跟随英国肯特号巡洋舰 参与了在北冰洋猎杀德国海军 沙恩霍斯特号战略巡洋舰的战斗 并将其击沉 这一仗再次削弱了德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的有生力量 1944年6月5日深夜 搜索号趁着夜色悄悄驶出军港 黄廷新隐约感觉到这次的出港有些非同寻常 种种迹象表明 盟军即将展开对西欧大陆德战区的反攻 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搜索号执行的反潜与警戒的任务 正是后来举世闻名的诺曼底登陆战的组成部分 在黄廷新晚年的回忆中 他总是强调当时和他同来的中国军人 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诺曼底战役的海上行动 黄廷新所在的航空母舰 为整个登陆部队提供空中警戒和掩护 黄廷新的很多战友所在的军舰均在第一线 炮击德军在诺曼底海岸上的碉堡攻势和按炮 其中在副炮掌位置上的郭承森还指挥发射数千炮弹 成功摧毁了多个德军暗访目标 据说还有两名中国军人 直接参与了最血腥的滩头登陆战 他们指挥满载士兵的登陆艇 穿梭在枪林弹雨的海滩 最终盟军成功在诺曼底登陆 并逐步构建起前进基地 这也就意味着第三帝国正式开始两线作战 德国的失败也从此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参与完成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行动后 搜索号前往埃及的亚里山大港 短暂休整后再次投入战斗中 1945年黄庭新继续在英国学习海军课程 并在此期间派到英国的太平洋舰队实习 直到战争结束后回到祖国 幸运的是 这25名外派学习的中国海军军官 都在战争中存活下来 也幸运地看到了二战的结束 即使多年以后 也很少有人能想到在万里之外 远离本土的欧洲 有一艘美国舰的英军航母上 有一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军人 薛涵在授勋仪式上说道 法兰西永远不会忘记 在我国沦陷之际 曾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中国军人 我们以这枚勋章来表示 对所有参加过这场战役的中国人 衷心的感谢 黄亭新坐在轮椅上 接受了这枚荣誉勋位 骑士勋章 这不仅是一枚私人荣誉勋章 它共同属于于当年 那二十多位年轻的中国小伙子 作为大陆最后一位 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老兵 黄老决定 在弥留之际 口述自己的经历 由儿子黄山松整理 尽管黄老已经去世多年 但他留下的这本口述回忆录 清晰记录着二战期间 唯一一批受国家委托 奔赴欧洲战场 与西方盟友 一同奋战在第一线的中国军人们 如今的诺曼底滩头 到处可见遗留下来的残破碉堡 上千来次不同国家 不同背景的青年 当年把鲜血洒在这片海滩 如今他们依旧静静地躺在这里 不曾被人们遗忘 海风依旧迎面吹来 诺曼底的滩头终究回归平静 在做这一期视频前 我也几乎不敢想 曾有中国军人 曾远赴欧洲作战 这就是我喜欢历史的原因 你越深入了解它 就会挖掘出更多有趣的真相 好了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在获取更多精美视频的同时 还能支持我的频道 让我们在下期视频再见 请订阅我的频道 请订阅我的频道